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回到我们现场 我们继续来探讨 灯会在南投 台湾灯会在南投 我们怎么样把它办好 刚刚听到我们处长 整个做规划 值得我们去期待 这样的一个灯会 能够真的行销南投县 也真正能够让我们南投县的县民 一直觉得没有办法办灯会 竟然能够办灯会 如果办得成功 我相信处长是功不可没 一世人办这个真的有福气 才有办 但是这个福气到底是好到不知道 办了如果行过真好 这个福气来 所以我在想也很辛苦的一面 但是我们一开始办灯会 我们就担忧一个问题 交通怎么办 因为中心新村的腹力值在不大 而且我们没有大众运输的情况之下 怎么样来把它 把游客能够疏散 请处长告诉我们 现在交通的规划是什么样子 或是说我们现在设 在停车场部分怎么去做 中心新村里面的居民怎么办 这部分可能都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请教一下处长好不好 好 谢谢主持人 那针对交通的问题 的确在历年来的灯会 交通都是灯会的一个最大考验 那特别是南投县的现状 那程主秘租长刚刚所提到 那这个大众捷印系统都不够的状况之下 那我们大概采取以下几个做法 第一个部分 那针对轨道系统的衔接 那我们在高铁的乌日站 以及台铁的新乌日站 都有开直达当区的 这个免费的接拨大巴 那为了服务台铁的客人 以及大张化地区的客人 那我们在台铁的园林站 也有开直通中心新村 灯会的这个接拨大巴 这是从轨道系统的衔接部分 那当然我们按照往年的经验 灯会就是附近的 县市来的民众的比例 也是相当高 所以我们跟台中市合作 从台中市的老虎城 Tiger City 也有开直通这个灯会的大巴 直通到中心新村的邓区来 这是运用大众运输工具的部分 那当然在最近很多的行销的场合 以及一些广告上面 我们都呼吁 那外地来的远程的客人 尽可能利用轨道系统来衔接 或者揪团 然后搭游览车 因为游览车就不受到 这个交通管制的限制 也可以来运用这个大巴的专用路线 直通到灯会的里面 那游览车的上下车处 这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 那刚刚明日长也提到说 那开车的朋友可能 他希望利用这个假期 到南投来旅游 那同时来赏灯 那就必须要开车了 那对于南下的 那我们在草屯交流道 国道3号的草屯交流道的 宝岛时代村 跟草屯分局 有两个大停车场 那南下的部分就从草屯交流道下来 在这两个停车场 也有直通的这个赏灯专车 免费的到达邓区 那北上的那停车场更多 那我们建立从国道3号的 民间交流道下来 然后往南投的方向 分北有五个停车场 五个停车场 在民间新街的台塘用地 那以及祖师桥两侧 那以及德行棒球场 那等地有五个停车场 那五个停车场 把你爱车停好之后 就可以搭乘这个接拨大巴进来 那当然这一些停车场的 资料在这边也没有办法 讲得非常的详细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贴心的服务 除了说2014台湾灯会的官方网站 对整个每一个灯区 都有做一个详尽的介绍 对停车场也做了详细的 这个规划跟介绍 那特别开发了 这个2014台湾灯会的 一个APP的系统 那各位赏灯的相亲 可以在出门之前 就可以运用你的电脑 或者运用你的智慧型手机 针对这几个停车场 即时动态的停车场的状况 还有几个车位 还有它这个停车场 是位在哪一个点 都有详细的一个即时动态资讯 让各位乡亲要来赏灯的话 不需要说 一直好像都要找汤车 这是一个今年很贴心的一个服务 这个是接拨的部分 那当然因为中心新春的地理环境 比较特殊 所以今年的灯区 它分为北灯区 主灯区跟南灯区 它本身是一个带状的灯会 那从北到中心 然后到南 它有3.4公里 所以我们在灯会的区内 也有做一个区内的接拨 比如说今天是一个游客 它从北灯区 然后开始逛逛 然后花木复苏的 然后一片璀璨灯海 然后逛到南灯区 那它还是要回到北灯区去搭车 那很容易 你就在北灯区 在南灯区 就可以搭区内接拨巴士 走中正路 就回到北灯区 然后你就可以搭这个接拨大巴 回到你的停车场 所以今年因应现场的状况 也有做区内接拨这样一个服务 那第三个部分 刚刚秘书长也提到居民的部分 那真的在这边 要跟我们中心新村的相亲 首先表示感谢 那要表示歉意 那灯会有这么多的游客 在短期间进来 一定会对大家原来的生活方式 造成一些困扰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分为三层管制 就是核心管制区 就是在整个灯区 有设灯的范围 那居民在管制时间之外 都可以自有进出 但是在管制时间 就是在假日是从上午10点 那非假日是在下午2点 那就必须会受到 交通管制的影响 必须把你的车子 按照你的通行证 可以开到二层管制区 再稍微走一步 回来 一方密码来 帮忙回来一方密码 来散步 提醒我们来健康 那三层管制区也是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车子你还是可以进到三层管制区 但是你不能进到二层管制区 在这个周边我们也规划了好几个停车场 可以让住户来选择最近的停车场来停车 然后回家 那有关你通行证的部分 也要感谢中信分局的同仁 大家都很辛苦 那目前都已经花放到各个住户 这个是针对住户的这个停车 以及上下班 会造成这个管制的情形 做进一步的说明 所以今年交通接拨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特别是因为停车场用地 那距离当区有一些都比较远 那相对的运输的这种能量 可能就会有点降低 所以我们特别呼吁 我们在中部地区的乡亲 能够利用非假日来赏灯 这样子的话 第一个比较不拥挤 第二个赏灯品质 也会比较轻松休闲 第三个部分就是 让我们远到而来的朋友 利用假日来赏灯 我想这样是一个分流 利用一个时间的分流 对大家赏灯的品质 以及对我们灯会里面 大众服务系统的 这样一个偿载量 也会降低 是 非常感谢苏长 但是你没讲到就是说 我们整个管制区的部分 管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新的南投交流道有没有开放 还有中芯交流道有没有开放 所以这个没有讲到 没有说明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这个管制区 到底是怎么去管制 可能要让我们观众朋友 知道一下 是 分你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原来的 我们中芯新村的交流道 那在管制时间 就是假日是在上午10点 非假日是在下午2点 那要下交流道的话 往中芯新村的闸道会封闭 但是往南钢 往南投市的交流道 还是可以开放通行 那现在已经快做好的南投交流道 它交流道本身已经做好 但是它底下的连外道路 还没有完全做好 所以要下的话是不能下 但是在2月13号 主灯南灯都全面开灯之后 在北上的车道 在擅长的时间 它可以开放给这个游客 可以上高速公路 这样会来缩短擅长的一个时间 只有北上的部分 只有北上的部分 就开放来增加一个擅长的一个动线 那至于说刚刚提到一层二层三层管制区 那一层管制区 就是从我们省府的入口开始 那一直沿着光华路 然后到中芯会堂 到中芯大操场 然后沿着光荣北路 光荣东路 到光荣东二街 一直到光复国小 这是一层管制区 因为这里面的设了灯 这是一层管制区 那二层管制区就是 从中正路以东 中正路以东的部分 就是二层管制区 因为中正路 刚刚有跟各位乡亲提到 它是区内接拨巴士的一个专用路线 这个是二层管制区 那三层管制区就是包括银北里的部分 就属于三层管制区 所以每一层管制区 都会造成乡亲一些生活上的不便 那当然呢 我想我们是以全县 大家来办喜事的心情 来办2014台湾灯会 所以我们希望说 能够让这个赏灯的游客 都很方便很顺利 然后又尽可能的降低 对我们在灯会 不管是在核心区域 或者外围区域的相亲 尽可能来减少 造成各位的不便 我们希望能够 在这样一个评论点之下 来把今年2014台湾灯会来办好 是 非常感谢厨长 我想厨长跟大家做报告非常清楚 让我们所有游客能 跟我们观众朋友能够更了解 那当然交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把它做好 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这一点 刚刚处长报告那么多 我请教一下赖议员 您对整个交通来讲 处长这样报告反映之后 您觉得整个规划 您觉得能够做到 真的很顺畅吗 听完处长的报告 坦白讲要很肯定处长的用心 真的 我也听到不沙沙 烂到人都听到不沙沙 更何况是外边的游客 不过我们观光处很用心 要让我们的游客能够赏得尽心 可以说是做了万全的准备 那么这一次的灯会来办的话 我们南投县的县民 真的是一则以洗一则以忧 洗的是百年盛世 这能够借机行销我们南投县 忧的是我们这次的灯会 是在我们的住宅区里面办 我们这次灯会并不是很集中 是一个带状的灯会区 那么距离是相当的远 这个接驳的问题 就要考验我们县政府的团队 包括我们南北的一个 接驳停车站的问题 那么南投县是三空 无高铁 无捷运 还有无铁路 那么也无航运 也无海运 所以面临这样五空的状况之下 我们的交通运输更是雪上加霜 接驳的部分 要怎么能够做一个连结 毕竟是在南灯区跟北灯区 距离我们主灯区是有一大段距离 那么中心新村有很多长辈都是连长者 外来的观光客又有很多来地方不熟 接驳的区间车的车辆次数 是不是能够做足够 其实我现在在外面跑好多乡亲很担忧 他说这一次的过年坦白讲我去走了好几次 我光是在中心的那个大门口 往我们中心交流到那个地方 就已经回堵相当严重 只是过年试灯而已 那我很难想象说 过去的灯会在新竹办的时候 他的人次是1200万人次 我们南投市已经给他下降到600万人次 600万人次再来给他分析解析出去 一天的话游客有好几十万的人次 是不是能够附和得了 其实坦白讲 以南投县目前的一个交通运输工具 显然是不足的 靠接驳的部分 可能也要大家互相来体恤一下 假使每个人能够在地的这个县民 能够徒步的 还是用公共运输去做赏灯 那是最好的 那外面的我们宣导的资讯 包括我们网路 我们行销是不是能够足够 让外地的游客 各线市的游客 能够很清楚掌握到南投的交通运输 哪里接驳 哪里下车 那哪边是有可以停的 我觉得这一方面可能要大力宣导 很多游客不清楚 光是下载APP 他还不晓得这个 这个是在哪个地方 地理位置不是了解的 对 地理位置不清楚 在这几天我很担忧 前天下了一场大雨 晚上下了一场雨 我很担心现在我们的接驳区 都是那种临时整治的 那个泥巴土 也没有再回田 那万一下一场大雨以后 县政府到底有没有复案 有没有做配套 有没有做准备 其实那天晚上的雨 我一直在担心 糟糕 这个雨要是下在我们赏灯的时候 那怎么办 泥泥不堪 这游客一定是抱怨生年年 其实有很多的不可能 很多的意外都要把它设想进去 用最坏的打算来推算的话 来做好准备才能够让我们的游客 玩得尽兴 那在接驳的部分 我知道说我们的经费是 不是那么的足够 所以我们接驳的整个统和系统 没有像陆港在办灯会这样子 把整个彰化线的所有的公众运输 全部纳进来 因为经费是有限嘛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要如何来能够让游客 能够尽心的来赏灯 我想这个观光处 可能还要再考量一下 我想还有一段期间 可能可以再思考一下 怎么样的方式 能够让我们的游客的交通 不要去阻塞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想有一些建议 让我们处里面能够再去思考 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 更顺畅 那再请教一下林议员 您就是针对 现在规划的一个交通部分 您的看法又怎么样 我想除了刚才赖议员所提到的 再补充一下 因为现在整个我们 包括我们民进交流道 要进到南投市也好 还是我们现在中心的 这个停车场的接驳区也好 其实都是我们民众 还有相信平时生活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道路 那所以说在这个接驳方面 我想真的要做得很好 不然它影响的 不只是我们游客的一个 来的一个旅游品质 相对的它如果塞车的话 也影响我们整个南投市市民的 一个生活的一个交通会大打结 加上说我们现在的主要道路 都是我们进到 灯会区的唯一道路 那一旦塞车回堵的话 它没有分流的替代道路 所以一旦打结 它可能就很难去疏通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未来也考验我们警察局的 整个第一线的 这个指挥调度 真的很重要 还有包括我们看到说 刚才赖议员所提到的 也是我跟我想的一样 真的 你现在整地都是临时性的 那只要天气不好的话 你看游客来到这边 只要下过一场大雨 你光是下车 你打到就是都是那软头 我想这个对着 这个我们旅游的品质 绝对是很大的一个隐忧 那我们也期待说 这一次的整个灯会期间 能够像我们过年期间 大部分都是好天气 然后给我们所有的 游客一个好心情 那我觉得刚才 处长也提到说APP 现在智慧型手机 当然也带给我们 很多的便利 我们期待说 在这样的一个协助之下 再加上我们的宣导 能够让我们的接驳 是顺畅的 那其实 但在除了支持以外 我们相当担心的是说 其实赏灯 它绝对有个尖锋期 它是中午过后到晚上 那瞬间这样的一个 车流量跟人次 我想我们怎么去应付 这样的一个交通量 还有我们的服务人员的 一个维护品质 我们的服务量 能不能做到 我想这都是未来 在接近的这几天 我们要去大量去做检讨 跟模拟的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是 可以来补这一点吗 因为我现在想到的一点 就是说 大家都会嗓在 急在那个嗓灯的一个时间 县政府现在迫在煤烧 要做的就是 所有外县市来的游客 你要如何疏导到13乡镇 去欣赏我们在地的美 行小在地的文化产业跟观光 我想这个是我们办灯会 最主要的目标 那这一次来的话 很多大家会挤在一起 这一个部分观光处 是不是有准备好了 游客来能够白天疏导 到13乡镇去 能够做分流 然后晚上再回来 在我们的一个灯区 我相信 这可以克服交通阻塞 一方面可以行销蓝头 一方面能够欣赏到 漂亮的这个灯区 我觉得这样是两全其美 所以就针对这部分 处长您的看法怎么样 另外一个就是说 您在民间交流道下来之后 有几个停车场 刚刚没有做说明 从民间交流道下来 目前是这样 从南到北 在新街的台塘用地 这是第一个停车场 然后第二个停车场 就是在主石路的往西的地方 有一个污水处理厂的预定地 那个也是一个停车场 然后在主石桥两侧 有两个停车场 另外在德星棒球场 也有一个停车场 另外针对很多附近的乡亲可能 他们会喜欢用骑机车比较方便 所以机车停车场 是规划在气信中心里面 那整个都是在 赏灯接拨专车的动线上 所以这是在南区的 几个停车场的部分 是 所以这样的一个交通大考验 我们相信我们会看到 南投县有史以来 第一次有这样的车辆 到南投县来 那是真的是很惊人 也是很吓人的 所以真的是在考验着 南投县政府的智慧 南投县政府的团队 怎么样有办法 把这一次灯会的交通 办得尽善尽美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都担忧的就是说 如果在这一次的交通大打结 会造成什么样的状况 预期着 另外一个就是说 刚刚赖燕提到的 如果下雨的话 我们那些停车场 都是泥巴的 怎么办 这些因应的部分 真的是要用智慧去思考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再来请我们处长 针对这些问题 还有一些中心心存 里面的一些问题 再来请教处长 休息一下 不要离开 马上回来